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尔街日报今天独家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重新开放 但是进展缓慢 中国官员正在考虑重新开放 对公共卫生造成的压力 以及由此对党的信心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他们仍然在谨慎行事 消息人士表示要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完全恢复到疫情前 大概要到明年年底的某个时候 投资中国的人士和中国的老百姓 一直都在寻找取消清零的蛛丝马迹 人民一直期待的二十大并没有出现任何转机 而刚刚过去的周六 中国国家卫生官员再次重申了对动态清零的承诺 称是对生命至上的保证 但是新闻发布会的直播间 遭到大量网友一面倒的负面评论 称新闻发布会是假大空 最终被迫关闭了评论 这也反映了国内市民对三年防疫政策的不满 但是在对待外国入境中国方面 政策放松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 参与政府讨论的人士表示 北京可能会在明年年初之前进一步减少对入境旅客的酒店隔离天数 从目前的7加3减少到总共7天 这与我们上周五报导的知情人士称 7加3将要变成5加3或者5加2相呼应 另外知情人士透露 在国内官员们已经通知相关企业核酸检测的频率最早可能在本月减少 部分原因是大规模核酸检测的成本太高 令地方政府负担严重 上周我们也报道了 各地政府拖欠核酸检测公司的应付账款 已经超过了一些核酸公司所赚取的利润 知情人士还表示 政府正在计划取消在全国建设数千个核酸检测站 原因也是成本问题 知情人士表示 今年很难广泛的放松防疫政策 许多措施在今年仍然将会保留 比如说封锁 使用健康码 以及入境隔离等 知情人士说 中国卫生官员一直在密切关注 香港日本和韩国的死亡率和公众反应 因为这些亚洲地区与中国文化相接近 而且他们也是直到最近 政府才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一位参与政府讨论的人士说 中国的重新开放将是过渡式的 与西方不同 中国将根据地理区域和部门逐渐开放 比如说政府可能会在中国的主要商业中心 率先实施不太严格的措施 此外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近几个月来 中国官员一直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重点关注世卫组织对新冠分配的警戒级别 世卫组织现在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评估新冠疫情是否仍然属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在这一定以上的转变 将会为中国改变政策提供更大的灰旋余地 知情人士透露 一旦世卫组织转变说法 北京就有借口开始推动更加积极的宽松措施 并且调整国内对新冠病毒的描述 宣布在遏制病毒方面取得胜利 世卫组织于2020年1月首次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并且在今年10月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上表示 现在解除这一定位还为时过早 而下一次的会议定于明年1月份举行 知情人士表示 北京正在考虑的一项计划 是在世卫组织对新冠的说法发生变化后 就开始将新冠归类为乙类传染病 但是即使是这样 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也需要很长时间 一年左右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活动水平 北京同时也会继续密切地监测新冠的新变种 以确保新变种不会更加危险 近几个月来 有很多迹象表明 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包括习近平开始出国 同时他也开始在北京接待外国元首 并且没有佩戴口罩 高盛经济学家在周一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中国在为最终重新开放做准备 特别是考虑到清零的成本不断的上升 而说到习近平接见外国元首 德国总理肖尔茨上周五 顶着各方压力与习近平会晤之后 已经回到了柏林 他说习近平在会见他时明确表态 反对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单凭这一点 中国之行就是值得的 第二次说 习近平的这一表态 是他在北京11个小时行程中的最大收获 他还表示 德国将会继续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 但是必须把自己定位好 以便能够在任何时候应对困难情况 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阿里巴巴和中国的芯片公司 必认科技正在调整最先进的芯片设计 降低这些芯片的处理速度 以此来避免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芯片制裁 中国的芯片设计公司花了数年的时间 设计最先进的处理器 试图为中国的下一代超级计算机 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提供动力 但是华盛顿上个月宣布的制裁措施 对进入中国的半导体处理能力设置了上限 阻碍了中国的雄心壮志 据六位知情人士称 华盛顿的出口禁令 迫使这些中国公司停止进一步的生产 并对现有的设计进行修改 这些禁令对阿里巴巴来说也是有一次的打击 自从阿里巴巴受到监管打压以后 一直在积极部署习近平倡导的芯片产业 分析人士表示 华盛顿的制裁就是旨在强行减缓中国的科技行业发展 而高端快速的处理器 是研究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基石 从自动驾驶到药物研发都需要高端处理器 由于有政府的巨额资金帮助 中国的半导体设计部门一度迅速赶上外国的竞争对手 但是现在这一进程被美国所冻结 与台积电合作的三名中国工程师透露 为了合规 台积电已经开始要求中国客户 自行报告其芯片的输出能力 并且签署免责声明 业内人士表示 现在芯片企业都必须保持低调 比如说避任科技就因为公开吹捧其处理器的速度 导致其合同芯片供应商停止为它生产 以符合美国的禁令 中国的工程师表示要弄清楚怎么样是合规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华盛顿其实对计算芯片门槛中的一个关键指标的规则并不明确 这个指标被称为双向传输率 也就是关于发送数据速度的一个指标 出口管制规定芯片的上限为每秒600GB以下 避任科技的高级工程师表示 有几种方法可以计算这个传输率 该公司已经开始调整其设计 以降低处理器的速度 并且希望由台积电来为它制造 在美国实施制裁之前 避任科技的官网曾经显示 它的一块处理器的传输速度为每秒640GB 超过了美国的限制 而现在避任科技的网站则显示较慢的处理速度 此外受到美国制裁以及全球需求疲软的影响 周一的海关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0月 中国的芯片进口量减少了13%以上 芯片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 几年前就超过了原油和大宗商品 然而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 芯片的进口在年初开始萎缩 1月和2月的进口量 是2020年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 而10月份的芯片进口量加速下降 恰逢10月初华盛顿实施新的芯片管制 同时也正值全球半导体行业 从芯片短缺转向供应过剩 随着芯片行业为衰退做好准备 中国的集成电路出口也一直在下降 前10个月的集成电路出口量下降了10.8% 另外美国的裁员潮也在继续 继上周五被马斯克接管的推特 开始大规模裁员之后 社交媒体脸书的母公司Meta 也计划于本周宣布裁员 而知情人士称被裁掉的人员将会数以千计 预计最快11月9号将会发布公告 最近是美国科技巨头的裁员潮 上周推特宣布要裁3000多人 亚马逊则宣布冻结招聘 而打车公司Lift也宣布大规模裁员 脸书的总裁扎克伯格日前说 Meta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令人失望 一直到2023年年底 Meta都不会再增加员工人数 而且可能会减少员工的人数 Meta报告截至9月底 员工人数超过87000人 计划中的裁员将是他18年 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裁员 因为被北京的健康宝弹窗 无法返回北京 中国的红二代 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陶柱之女陶思亮 日前公开发文批评北京过度防疫 引起舆论关注 陶思亮周六在微信发文讲述自己的遭遇 称近日与丈夫搭高铁去浙江湖州 而当地不是疫情风险地区 但仍然被北京健康宝弹窗 禁止他们返回北京 陶思亮说他和丈夫在湖州期间 天天做核酸一点也不敢怠慢 但是就在准备回京前发现被弹窗 陶思亮称就像是被武功高手点穴一般 我们立即就被孤悬今外 为此无数次填写申诉表格 几十次的打服务热线 一直打到深夜还不甘心 但是都无法解决问题 陶思亮说他第一次尝到了 有家不能归的茫然和无助 他还称查了返回北京的最新政策 发现来自高中低风险地区的政策 竟然都一样 反正就是阻挡你七天没商量 陶思亮发文质问这符合国家 所谓的精准防疫政策吗 他最后无奈表示 弹窗就像施展魔法一样 让无数人无论在何时何地 瞬间动弹不得而又无需给出理由 目前陶思亮的这篇文章已经不能打开 显示该内容已经被发布者删除 81岁的陶思亮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前副总理陶柱的女儿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 1991年之后进入中国市长协会工作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当晚在微博回应陶思亮的文章 他说陶思亮女士讲话有幸运 相信他不会对情节进行天之佳夜 胡锡进称他周围也有熟人 发生了反经预阻的情况 胡锡进说北京可以把标准提得很高 但是标准必须是明确的 不能够是随机的 此前也有许多中国网友 痛斥北京的健康宝 根本就是出了北京就弹窗 明明没有去中高风险地区也弹窗 反经比出国还要困难 许多北京网友表示因此不敢出北京 害怕回不了家 而受此风波影响 北京政府发言人周一表示 北京将会改进新冠预防政策的运作方式 使人们更加容易离开和返回首都 而随着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 继续影响中国经济 中国的出口在10月份出现了两年以来的首次收缩 出现了2020年5月以来最差的出口表现 在整个疫情期间 中国的出口一直是经济的支柱 在全球受到疫情困扰的2020年和2021年 中国出口飙升 然而本周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10月份出口同比下降0.3% 与9月份5.7%的增幅相比大幅下降 远逊于分析室的预期 这一拐点的出现 凸显了中国的出口正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的风险 在全球的通货膨胀中 海外消费者的偏好发生了变化 商品消费下降削弱了对中国出口的需求 而出口的收缩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压力 出口原本就是中国近两年为数不多的 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域 上周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的工厂生产活动在10月份也出现萎缩 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前半年里 中国的工厂生产活动一直处于收缩状态 因为清零政策一度使上海、深圳和成都等主要工业城市 激进瘫痪 与此同时 中国10月份的进口量同比也下降了0.7% 出现了今年3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开头宏观的经济学家指出 中国三分之一的进口反过来用于出口 因此预计进口也会进一步走软 而受到中国防疫政策的影响 苹果公司周日发布公告称 中国的新冠限制措施 导致苹果在郑州的主要工厂富士康产能降低 如果想要拿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将会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苹果的情况再次提醒人们 将制造供应链集中在中国意味着怎样的风险 苹果对中国的依赖变成了一种负担 而近日彭博社报道 苹果已经加大了在印度工厂的产能 为了尽快恢复郑州产能 富士康周一在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发布了招工广告 称时薪30元 工期至明年2月15号 而在10月10号至11月15号期间 离职返乡的老员工 若能够返厂 还能够得到一次性的关爱补贴500元 彭博新闻引述富士康内部人士称 预计本周之后 郑州富士康园区的疫情 可以取得明显的控制 公司目标在11月下旬 可以回到满负荷的产能 华尔街顶级投行高盛 近日发布最新报告 预测中国官方将在2023年第二季度 开始放宽防疫规定 中国重启全面开放后 将会推动中国股市上涨20% 而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称 中国要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还要再等一年 高盛的策略师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放宽防疫限制 可能是市场最清晰可见 期待最久最强大的上行催化剂之一 报告称有迹象表明 在20大闭幕之后 中国官方已经开始准备放松动态清零的防疫放针 并且有可能在2023年第二季度 开始放松相关限制 过去一周传出的种种中国官方 准备放松疫情限制的消息 已经让连续4个月下跌的中国股市上周大幅上涨 高盛称积极的势头可能会持续2-3个月 届时中国国内周期性和消费板块 将会成为主要受益者 另外市场人士分析称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被查 可能会引发支付行业新一轮的地震 现年58岁的范一飞是中共二十大之后 被打下的首只老虎 中共中央纪委监委官网在11月5日发布消息说 范一飞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 市场分享师认为 金融腐败是今年打击的重点 范一飞在中国央行长期分管金融科技司 支付司和数字货币研究所 近年来中国的支付行业 200多张牌照的管理和监管暴露出不少问题 预计范一飞被查 或将会引发中国大陆支付行业的新一轮地震 在央行任职之前 范一飞曾经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超过20年 她也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过去在建设银行的老部下 而在国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陆续在各国被关闭 另外一个显为人知的中国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鲁班工坊正在进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专家分析 北京正通过拉拢发展中国家 以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 中国孔子学院近年来平受国际社会的质疑 过去四年里 美国大学的118家孔子学院已经有104家被关闭 而鲁班工坊开始进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自从2016年首个鲁班工坊在泰国成立以来 全球目前有19个国家设立了25个鲁班工坊 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葡萄牙 以及一些中亚国家都可以找到鲁班工坊的身影 鲁班工坊由天津市政府启动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提供职业教育 从机电一体化到应用电子技术 从自动化到机器人 各地的鲁班工坊教授的项目 会跟随当地的需要而进行调整 鲁班工坊在当地的学校开设课程 教授中国标准的相关技术 而学生毕业后将会投入当地的项目 分析人士表示 按照目前的规模 鲁班工坊的作用也许有限 但是如果该工坊继续扩大规模 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鲁班工坊的中方统筹是天津市政府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到这个职业教育网络 分析人士认为 这说明鲁班工坊的项目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 它可以打造中国故事 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